打击为什么上不了高端局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高端局的游戏节奏都比较快 而打击前期倾限速度慢 支援能力差 就导致这个英雄前期很难发育 如果我们略微调整一下 打击的二技能和他一技能的技能范围 那么这个英雄就能勉强登上高端局了 来看实战效果 因为我们玩的是高端局 所以打击带了成戒之后 一级就可以直接进韩信的野区 这个韩信看到我们之后也是非常的慌张 直接二技能给他晕住 然后不要管他 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这个香喷喷的红把子 反野的时候被包围了 我们也不要慌 直接给他们全部晕住 然后继续打我们香喷喷的红把子 可以说是非常的合理 后期团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位置 开启一技能 就可以直接打到对面泉水里的敌人 可以看到调整后的一技能技能范围 比之前略微大那么一点 虽然和姜子牙的大招还有差距 但还是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牛皮